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又來到接闊點評的環節 跟大家看看有甚麼過股值得比較留意 電話旁邊接通了一位嘉賓 就是財經評論員王志揚 Jason,早安 早安,Apple,你好 早安,你好 今天就是某些之前比較弱小的板塊 或者是叫股價挺低層的 來一個報復大反彈 其中一個就是包括內房股 內房股這版本升完之後 大家就在尋錦寶 好,有沒有第二個板塊 都會有能力急起直追呢 如果在藥股當中 那會不會說都可以有機會做一些反彈呢 其實是有機會的 你看到這個星期開始 藥股都開始從低位慢慢回升 相對的升幅其實都落後著 好像剛才說的內房或者其他板塊 我覺得整個板塊的前景都是非常亮麗的 當然大家都記得早幾個星期 就是內地那個黑心營療事件 都令到一眾香港那個藥劫上市的板塊 都有過較大的沽壓的 但是你看到上個禮拜開始 那個事件就開始慢慢淡化了 這個禮拜其實這個新聞報道都那麼多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有機會可能這件事就會慢慢過去了 尤其是現在香港上市的幾隻藥股份 他們更加就沒有牽連到那個假疫苗的事件 其實如果那個大事後開始穩定的話 我相信這些資金很快就會流回這個板塊的 尤其是早前幾隻股份那個星勢都很急忙的 今天想說的是15303新制藥的 本身這間公司其實就不是說做疫苗的 就是做一些高端新藥的 例如一些癌症或者化療相關副作用的藥品 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同類型的 就現在在內地都幾受 就是那個需求都幾高的高新藥 所以其實你看到上半年的業績 就將會在20號公佈 第一季的業績都有那個三成幾四成的增長 那現在的PE都是三十多倍 那我覺得就投資者是可以 是可以幫忙幫助一下這個業績出來 那如果加上大事性的話 有機會是可以我覺得就可以上回去 接近十九個幾二十元的位置 傑森 見到三星制藥 其實近期的股價就屬於一個整固的階段 當中 未說好像是其他股份開始 見到一個比較明確一點的反彈 會不會說這些水平反而都值得吸納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幾天在16個半附近這些位置 都整固了一輪的 那我建議投資者都是可以 在16個半這些位置就賣入了 那兩次 那就7月4號、5號和8月 這個月頭 都試過15.8這些位置就站住了 那我覺得你給多一點空間 他跌穿15元就止虧了 那但是上網第一個位置就看回19元左右 好了 那大家繼續看著 就是藥股會不會成為第二輪的反彈板塊當中 傑森 自己本身有沒有拿著這隻股份 沒有自由的 謝謝你的分析 提回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只是一個個人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或者推計 做所有投資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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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